专题报道 今天的专题报道来关心的是国际政坛的情势 日本内阁最近不太平静 有两名女性阁员因为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 还有选举法双双在20号请辞了 这也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在2012年12月重新执政之后 第一次遭遇的重大挫折 安倍在当天稍晚迅速公布了接替人选稳定政局 但是他计划进一步调涨消费税 以及重启核子反应炉的政策 可能将会因此受到冲击 请听以下的专题报道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小云优子 和法务大臣松岛律 分别因为政治资金账目问题和发放原善争议 延荡了国会审议 而在20号相继辞职下台 小云优子和松岛律都是今年9月 安倍晋三进行内阁改组的时候 新加入的执政团队成员 当时新内阁共有五名女性 追凭了日本的历史记录 改组后的安倍内阁支持率一度占上60% 小云是主因之一 出身政治世家的小云优子 更是各界看好的日本政坛明日之星 当时曾经有评论认为 她可能成为日本第一位女性首相 2012年12月 安倍回任首相以来 积极寻求振兴日本经济 并且推动女性进入职场 填补劳动力缺口 因而在9月改组内阁的时候 引进小云优子党五名女性 以其提高支持度 展现八种女性参与提振经济策略的坚定立场 如今小云优子和松岛律引就辞职 安倍政权受到重创 安倍标榜的女性发挥社会能力政治目标 也岌岌可为 安倍晋三已经在20日 任命前内阁府副大臣公子杨一 接替小云优子 并且指派前少子化大臣上川杨子 出任法务大臣 期望借此将伤害降到最低 然而在野政党仍然继续虎视眈眈的 从9月入阁的官员中寻找打击对象 日本大学政治系教授严谨奉信表示 这两位女性阁员下台 是安倍回任以来第一个壮大挫折 安倍的支持率正在下滑 一些政策的落实也不顺利 如果再有其他阁员请辞 将对安倍政权形成致命打击 民望下降 安倍想要进一步调高付税的决定 可能更行复杂 大和银行首席经济师 黑他浩一认为 为了避免支持度继续下滑 安倍可能将原定 在2015年10月 把消费税率从8% 调升到10%的计划 向后展延一年 另外 安倍当初把着小云优子的时候 原本打算透过他的家庭友善形象 来安抚民众对核能发电的疑虑 以其重启在2011年3月浮岛核灾发生之后 而全面停摆的核子反应炉 小云下台可能将让安倍更难以在这个棘手问题上 做出政策决定 2006年9月 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卸任以来 日本已经出现7位首相 前6位都是只任职 大约一年的短命领导人 现在的安倍晋三回任已经将近两年 是当中在位最久的 不过 日本共同社19号发表的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 安倍政权支持率已经下降到48% 不支持率上升了11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 在野党目前正卯足权力准备扳倒安倍政权 日本主流媒体形容 在野党谋求像推倒骨牌一样的效应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 日本大部分时期是由自民党主政 但是自民党一直存在着权钱交易 政治跟金钱关系不干净的弊端 以至于在2009年败给了民主党交出政权 由于民主党缺乏执政经验 内政外交的挫折不断 2011年 东日本大地震以及福岛核灾 更曝露了民主党的领导能力混乱跟薄弱 因此2012年 安倍晋三率领自民党卷土重来的时候 成功地让政权一手 不过当时日本政治评论员 耶腾敦夫就警告自民党反省不够 不该这么快重掌政权 如今小渊优子和松岛绿 都因为不干净的政治跟金钱关系 而被迫下台 对安倍政权而言 无疑是一场大地震 安倍晋三未来的施政前景 也将因此备受关注 以上专题是由纪评撰稿 增美会播报 谢谢收听